我们来直接讨论填充题的部分 这个是作业的那个填充题 我们一个杠杆的动力币和阻力币的比 如果是3比1的话 就是动力币是三倍的长度 那他就是省力的杠杆 如果他达到平衡的话 动力和阻力的比就会是1比3 这个3比1这个就1比3 动力在前面阻力在后面 OK 动力在前面阻力在后面 所以3比1就会变成1比3 OK 学完简单机械的应用之后呢 哦他要这位同学 他要做一个滑轮组 而且要达到省5倍的力 那他要用多少个动滑轮和多少个定滑轮呢 至少 至少要用多少 两个动滑轮 如果两个动滑轮应该要两个定滑轮吧 省5倍的力 我个人是觉得两个啦 两个动滑轮 两个定滑轮 5倍 省5倍的力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 就是 其实就是那个课本的情况 就是课本的一个情况 就是课本的一个情况 一条线的 然后一个沟或一条线 一个大一个小 在上面的大 下面的小 因为靠近沟那里比较小 这样子 OK 所以 这个中量 如果要五根连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做 一 二 OK 所以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两个动滑轮 两个定滑轮 第三题 如果我要 使到拉力更小的话 那我就要减少波度 减少波度 可能就是变成这样的样子 减少斜面的倾斜度 或者叫波度 两个叫法都可以 做答题呢 它只是给你F 然后你要自己去找出那个力币来 所以我们呢 延长它 过后呢 你应该可以找出 通常我们是摆一把尺啦 然后我们的尺的话呢 就可以 让那个尺的那个边缘的部分 跟它贴准了之后 那这个部分呢 就要跟 经过这个O 你调整到某一个位置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 哎 这边是有一个垂直 这样这一条呢 就会是你的力币了 OK 同理 这个情况 啊 这个情况 哎 虽然这个中物 中物 其实如果要画的话呢 那个力币 主力币在这边 好 但是它只是要看F的力币嘛 也就是这一边 所以甚至你的这个硬币 可以是L shape L shape的情况 然后 垂直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这一边垂直 这个就是你的L了 所以要分辨哪一个 是力币来讲呢 是在这一个华文版本呢 我们非常 呃 注重的 至少 至少是 考 学校考试可能 好像没有出过 但是你可以看到 作业啊 那课本题啊 都有了 呃 有可能以后会要让你们话 我个人是觉得是蛮好的一个practice来的 哦 这个 呃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alright 好了 我们来看 有人开牌 有问题吗 不小心开到啊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如右图所示 这个图中的杠杆处于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物体的重量是F1 物体是这个B的物体吧 然后呢 这个弹簧秤 就是这个弹簧称这个C 的毒素为F2 然后呢 F1 乘以OB 然后再来F2 除以OA 提示 OC 才是真正的利币 你认为 这个结论对吗 所以这个结论错了 因为利币 这个利币来讲 你这样子来连接 就代表你的利币应该是OC 谁开卖 呃 这个利币应该是OC 不是OA 所以这个OA的这个 结论呢 是错了的 OK 所以这个结论对吗 不对啦 啊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弹簧的 拉力 而利币呢 不是OA 而是OC OK 这边还有给你OA是50cm OB是20cm OC是30cm OC又垂直 AC 那B 掉着物体 是30牛顿的话 请问弹簧秤 的毒素会是多少 所以我们用回这个方程式 只是只是把OA换成OC F1 是等于30牛顿 乘以这个OB是20cm 然后F2是他那个毒素 OC就会是30cm 那30跟30越减了之后呢 F2呢就会是20牛顿 所以这个弹簧的毒素呢 就会是20牛顿了 有没有问题 OK 没问题啊 好 再来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 这一题 如右图呢 我们的起重机的这个单币 结构图 重量 这个重量是2400牛顿 的货物悬挂在这个滑轮组 这里有滑轮组吗 哦 他有两个小轮啊 啊 算是滑轮组的一个情况 这个钩绕这个滑轮 然后呢 在这里又绕另外一个滑轮 OK 所以这个拉力的F 匀速上升 哦 这个力拉了两 应该是讲说 这个力的作用下 这个货物上升了两个meter 请问拉力的大小会是多少 这个严格来讲 这里有一条线 哦 这个要一条线 这里有一条线 所以是三根线 我的这个重量哈 2400牛顿 我就要除以三 有三段绳子 哦 除以三就会得到八百 所以这个F的拉力 是八百牛顿 过后很多时候呢 他就会叫你去计算 公是多少 很多人就讲哎呦 我八百牛顿 乘以两个meter咯 这是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货物 升高 两个meter 你的这个力 会移动多少 你升力升三倍哦 你的这个移动 就会移动三倍 也就是说 你的如果用八百的话 你就要乘六meter 六八四十八 四千八百 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去看 他的货物升高两个meter吗 货物重2400吗 你用货物的重量 乘以这个货物升高的 这个高度就可以了 好 你有两 你这个做法是用 重量的那个位置来去看 2400牛顿 乘以两个meter 等于4800交了 OK 由于拉力做的工 跟重力做的工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要提倡的一个概念 这个工来讲呢 他是不管是在重力的那一个 那一 side 还是我们的力 动力的那一 side 这两个工必须要一样 简单机械 他没有加入 他没有加入电 他没有加入其他的能量 所以工来讲 左右呢 必须要一样 再来这一题呢 他又要去教你计算 机械力 省一三分之一的力 那你可以讲说2400除以300 800等于3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看出来 其实是3 为了给他看到你的计算 所以我们就讲 根据MA是等于F' 我们就知道他是2400除以800等于3 所以机械力也是3 可以啊 所以我们先在第四题 先打住 因为第四题非常复杂 我个人是觉得不太会考 但是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啊 所以我们先讲 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 到这边放学 谢谢大家 OK 那我们从第六章的 呃 我无关其境 呃 第六章的这个 呃 作业题 OK 那我 叫人 然后 从第一题开始 我记得我的简答题 已经讨论到一 呃 剩下一题罢了 所以没关系 这个作作答题 呃 我们先讨论这个 呃 选择题 作业的选择题 来 啊 从下面啊 每次从上面开始 呃 杰克里斯 林昌伟 来 索罗同学呢 他在 农地呢 帮他的爷爷撬动这个 泥土 5 诶 诶 诶 答案是C 这么快 诶 我的 我还没有看到 海来 诶 我要哈 放开来 诶 刚才谁进来了 没有看到那个人 诶 诶 答案是C啊 诶 诶 诶 还有谁刚刚进来 没有看到的 没有点到 你帮我录扣进来了 啊 应该在录扣 OK 你们有名单 哈哈 秒一下就知道了 OK好 来 看看啊 这一题啊 这一题 他其实讲说呃 杠杆的支点的位置要正确啊 然后你才可以省力 那他要问的是 省力杠杆的支点下列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支点所在的 处与动力作用点 和主力作用点是没有关系的 呃 就是说他的支点会在哪里 是跟自动力作用点在哪里 跟主力作用点在哪里呢 是不会影响到他的 OK 所以说只是要省力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重呃 支点呢 呃 必须要使到那个动力作用线 跟他的距离 呃 是是足够长的哦 就是那个动力比啦 呃 这题其实中国题啦 我们也 我们很多老师看了之后都看不太懂啊 是什么意思 那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其实不是很合理 呃 支点一定 在重力作用点和这个 这个不可能 呃 这个未必吗 我们可以做这个支点在末端的 第二的这个 呃 第二类杠杆 哦 所以这个错的 支点 一定距离动力作用点比较近 距离主应作用点比较远 这个我们不是看点 而是看作用线 跟他的垂直距离 啊 然后支点不受力 其实不是的 我们支点也会承受非常大的力量的 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呃 这个力量呢 我们是没有考虑在内 因为经过支点的话 他的这个力币呢会近近乎零 所以呢 在整个旋转上呢 是没有一个效果 所以呃 这个答案呢 你用排除法呢 你就会看到C才是比较正确的 好呃 最下面的 最下面的 呃 说一信 第二题 这个有位同学呃 那美同学呢 他叫在DIY 家具啊 新买的DIY家具 然后短的这个螺丝起子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 然后换了比较长的 他就觉得呃 省力很多 那关于这个螺丝起子的长短 和他利弊的关系 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呃 指点到主力作用点的距离 叫做主力币 指点到动力作用线的垂直距离 叫做动力币 动力币加上主力币的长度 等于杠杆的全长 呃 为什么要放问号呢 这么没有信心啊 啊 是的 这个我们讲的是 不是作用点啊 这个点在哪里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重力作用线 啊 主力作用线 跟他的垂直距离 跟字点的 到字点的一个垂直距离 才叫那个利弊 啊 所以这个才是动力币 这个主力币 是 也是作用线啊 啊 动力币加主力币 未必是全长的啊 除非你是垂直于这个杠杆啊 那才是这个杠杆的全长 如果没有的话呢 这个是也是未必的 杠杆上有力 杠杆上有力 该力的 呃 力币大小就一定不为零 他可以啊 经过指点的话呢 他的这个 力币就会为零啊 而且我们讲说 有 有一定会有力 经过指点的 来呃 指点那里 其实都会有力的 只是我们呃 有时候是 没有没有讨论这样子 啊 第五 第三题 张逊之进来吗 应该是进来 有点到 OK 呃 逊之 下列哪一个仪器呢 或工具呢 在使用过程 有利用到杠杆原理 两桶 四管夹 啊 这个是四管夹 呃 就是四管夹 你夹末端 他就会前面 就会开掉啊 呃 中间那个 有点像弹簧 这样子的 那个铁 呃 铁 铁的那个部分 呃 是 他的指点啊 所以这个四管夹 呃 的确是有用到杠杆的 弹簧秤 呃 地管啊 这些都没有了啊 地管用到了气压的原理 呃 啊弹簧秤用到了那个虎克定律的那个啊弹簧的力量啊 然后两桶 应该没有什么呃 OK 啊弹簧的那个排水法的那个原理啦 OK 第一四题 呃 Terence 两个小孩做敲敲板 敲敲板平衡的时候 应该要怎样的 那这边 那这边还没有讲清楚 那这边还没有讲清楚 应该是两个小孩 他的重量是不一样的 比较重的那个 哎 这里没有 他讲说两个小孩的重力呢 一定会要相同的 或者是两个小孩的 到支点的距离 一定要相同 或者轻的小孩 呃 距离支点近一点 重的小孩距离 距离支点近一点 哪一个 所以B C跟D呢 就是说 他可能会有一个重 一个轻的情况 yes Terence是你啊 中的要近一点 OK So A跟B就觉得说 不可以啦 他一定要两个重力 是要一样的 就要一样轻 他才可能会平衡 啊 C跟D呢 就讲说 不一定的 有一个重 一个轻 只要那个 比较重的 靠近支点一点 啊 就可以了 啊 所以的确是这个 呃 这个Donkey呢 是正确的 OK 重的那个要靠近一点 他的重力作用线 呃 重力 重力作用线 到支点的距离 就是他的利弊 就会短一点 OK 第五题 嘉明 许嘉明 海亭 这个其实前面是废话来的 就是他要问的是一个杠杆处于平衡的时候 则杠杆一定是等一定是禁止不动的 还是一定是做匀速运动的 还是做匀 呃 变速运动 还是可能禁止 也可能是匀速运动 这个是一个规则来的 我们有特别提到是吗 啊 我们提到说 这个平衡状态呢 他是可能是禁止或者是匀速转动的情况 之前我们初一读的是匀速直线运动才是 啊 因为那个是没有那个指点吗 所以有指点的作用的话呢 他就是匀速转动 第六题 呃 以选不赛 alicia 第六题 在原本已经平衡的杠杆多加多一个力 如果这个杠杆还是平衡的话 那会可以下出怎么样的结论 猜对了 有猜对 哎呦 哪里是猜的 这个不是很明显的 啊第六题啊 呃 B 力加在阻力附近 呃 如果再加在阻力附近的话 他就会导向阻力了 so 唯一的可能性 他加了之后完全没有效果的话 代表他力必为零 什么情况力必为零呢 这个力呢 通过指点 ok so 第六题应该是C啊 因为第六题是C alright 第七题 没有问题啊 这个 啊 不存在这样的力 有啊 只要你经过指点的话呢 这个力呢 就没有一个旋转的效果了 那你就会加了之后呢 那他还是平衡的啦 第七题 Cloie Cloie 你们这里 这本很多Cloie 呃 第七题 D是支点 然后我要把那个都中物给抬起来的话 最省力应该是ABCD哪一个位置施加的力呢 A 对 越远离支点的话代表越省力 然后这个很简单 第八题 哎 呃 Nelson 第八题 支点左侧放了两个砝码 右侧放了三个砝码 杠杆呢 是保持平衡的 OK 因为他是二乘三 这个是三乘二了 还基本上是这样 怎样的做法可以使他再一次的平衡 左侧加多一个 右侧往右移两格 OK 左侧往左两格 右侧往右移一个 你觉得是习 我们来看一下 呃 左侧的砝码取掉一个 右侧的砝码 往右移一个 你就会发现到一乘三 还有三乘一 啊 所以这个是会再次平衡的 是的 答案是C 其余的你会发现到呢 不对的啊 这个加多一个呢 就是三 三乘三得到九 这个往右移两格就会五乘三 五乘三十五啊 九跟十五怎么会平衡呢 对不对 然后第B的话呢 左侧移两格 呃 应该就是左边的一 左两格就是五乘二 五二十 然后呢 这个再于一格是三乘三九 十跟九也是不会平衡啦 对不对 左侧取下一个往右移一格 就是一乘二咯 右侧加多一个砝码 再往左 哎 那取下一个往右移 往右移就是一乘二啊 往右移一乘二 然后这个 右侧的加多一个砝码 往左移就是一乘四 一个是二一乘二 一个是一乘四 所以 应该是往左 这个是往左就可以了 啊 就是插了一个字吧 啊 第九题 这个比较 呃 比较奇怪 就是说你在垫脚啊 垫脚起来 就是原本你是平的 然后你垫脚起来的时候 到底哪一个位置是作为支点 那很明显的C跟D都没有在动 但是 是哪一个点会比较像是支点呢 答是E还是D呢 那这题我直接给你答案了 他给的答案是C啊 他给的答案是C啦 原因是如果你真的去做这个动作的话 你会感受到D和这个位置哦 呃 好像不太需要用任何的力 通常我们的支点会有呃需要用力哦 有有有感受到了力的作用了啊 你不可能完全的没有力的作用了 在那个点呃 所以呃 比较像是C啦 所以这个答案是C OK 哦那 博尔 这题也是很难的 还有 不过你们可能 不过不要紧 我是主要要看见你们有没有睡着 哈哈哈 张义恩来看一下 哎有一些有很多老师应该是讨论过了哦 所以这个应该是啊 应该大家都会吧 来看一下第十题张义恩 A你看几厉害 走高又低 嗯 哈哈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哈 原本呢是平衡的啊 他的这个啊 天平是平衡的 小孩子呢 他拉那个绳子 拉上去 你会觉得 左边变高 右边变低 但是原本这个小孩子在托盘上 所以原本呢 是他的重量 呃 由这个托盘往下推 现在呢 他拉绳子的力量啊 不管他拉绳子多少 那个托盘就会减少多少力 但是整体来讲 其实他这个力有没有改变 其实没有 因为他都是在这个托盘 跟这个柱上 啊 的一个力 所以这里如果你拉了力量 他的重量 他的重量假设是五十五百牛顿的话 他拉一百牛顿的力 你会发现到 如果你这个时候呢 在地上呢 放了一个体重计 你就会发现到 体重呢 好像变成了四百 但是你这样 哦这样 他不是变轻了 不是我 他的那个绳子又连上面 所以代表了在这个整个杠杆上呢 其实右边这一边呢 他的力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所以这一题哈 是仍然保持平衡的 OK 这个是仍然保持平衡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老师讨论的时候 有没有讲 OK 所以这题答案是新 这 我觉得应该不会出到这个提醒的 不过中国很喜欢出这种题目的 中国很喜欢出这种题目 好像IQT这样子 感觉上好像课讨和课程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第十一题 李克明 下列关于动华轮和定华轮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李克明 关于动华轮和定华轮 上风啊 不要是coronavirus就可以了 应该是比赛啦 之前 前阵子我还嗅到一些烟味 然后我就问我老婆 有烟味咧 他讲没有咧 我没有嗅到 然后我上网找他讲说 可能是你的 可能是鼻竇眼 然后鼻子塞 但是我之前鼻子没有塞 现在突然间塞了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 定华轮是不会省力的啦 定华轮是一样的力 所以他只是改变那个力的方向而已 所以B和D肯定是错的 动华轮省力 他一省力的话呢 他的距离呢 就会啊 废距离 就是你要需要比正常的距离来的更加远啊 所以这题答案是C 第12题 顺明阳 哪一个是最省力的呢 这个是滑轮组啊 一个定华轮 一个动华轮 答案是C 我们只是要看一下多少条绳子啊 挂着那个动华轮跟下面的这个物体啦啊 那A的话呢 它是有两条绳子 其实你会看到上面那个动定华轮根根本没有用到 它挂在这个钩子上罢了啊 所以A的这个是动华轮来的 就只有一只有省一半的力啊 B的话呢 它是下面的 其实这个动华轮它也没有用到 它只是用上面的定华轮啊 然后也只有一根绳子去连下面的 所以这个是啊一样的力 C的话呢 一共三条 Donkey的话一共两条 所以最省力的应该是C OK 第13题 POWARD 陈君浩 王老师今天上课 他踩了一个脚车进客室 然后他就讲说 哦 脚踏车的结构的使用 涵盖了很多简单机械 那关于脚踏车 跟这个简单机械的利用的描述 下列哪一个是正确的 BOY 呃 呃 滑轮输啊 好像不是呢 好像不是呢 答案应该是C OK OK 我们来讲一下呃原理了啊 手把啊 车的手把就是说你可以转左转右了啊 这个脚脚踏车吗 我们可以转左转右 所以反正就是跟那个stairing有关系的话呢 这个我们啊 把它放作为这个轮轴 啊 把它放作为轮轴了 所以答案 呃A的不是费力的 而且他是省力的啊 他是省力的 然后BOY的话呢 链条和前后齿轮 组成滑轮组 我们的滑轮组好像都没有说有牙齿 这样子的齿轮 因为你会看到滑轮的时候呢 那个轮子是让他自由的滑动的 啊 让他自由的滑动了 好像都没有说有齿轮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看一些呃 看一些纪录片呢 他们是有讲说这个滑轮组 也是有有点像 就是说整个齿轮的这个系统呢 啊 加链条呢 其实就是呃 从滑轮那一边的idea来的 不过我们在初中的阶段呢 我们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呃 讲法啊 所以这个B呢 好像不是这么正确 主要C为什么会正确呢 我们的这个刹车系统啊 这个脚车的刹车系统 它的把手处呢 其实是有一个杠杆原理的 然后过后呢 它是拉那个呃 拉那个铁线 然后到下面呢 它的这个有一个这样子 很像钳子这样子 钳着你的轮子 然后有啊 有rubber在那边 然后让它可以停下来 啊 那个位置其实也是杠杆 啊 所以它利用了两个杠杆的系统呢 来达成的啊 所以这个C呢 是比较正确一点 啊 至于Donkey的话呢 增加画纹呢 不是 呃 画纹不是为了增加压力 而是为了增加那个粗糙程度 让它的这个摩擦力可以增加 alright 第十 第十四题 宁伟汉对吗 第十四题 这个是有一个大的半径 跟小的半径 比 半径比是5比2 如果这个重物是15牛顿的话 哎 我知道宁伟汉哦 总体哦 来啊 我们看一下 哎 可能要用笔来算一下 所以 你可以看到我的力呢 是在大轮上 所以我的F呢 是要乘以5 然后我的这个重量15牛顿呢 是要乘以2 OK 所以这个5跟15可以越减 剩下3 3 2就会得到6 所以呢 你只需要6牛顿的力 你就可以把这个重物呢 给抬起来 OK 所以答案是东西 yes 你只需要6牛顿的力量 我觉得 谢谢大家